久未露面的波波唐麗球 今晚应识于微时的好朋友 艾斯培邀请 担任对方主持的电台节目嘉宾 讲到远赴加拿大升学的女女 早前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而暂时回港被疫情 波波说觉得女女这次反港 母女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变 她反而是更加爱我 更加黏着我 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她不会很主动去拖我 譬如我拖她的时候 她说别想这么欲书 这么大个人还拖着 但是去完外国回来 她现在常常主动去拖着我 去招着我 因为她现在去到外国之后 她真的知道珍惜妈妈这个物体了 反而我们还关闭了 女女走的时候会不会受影 担不担心好不再 好不舍得哭了 其实最难过的 我已经过了 因为她第一次 她九月份那次 她留下的时候 我是最难过的 那次真的 吃又吃不了 睡又睡不了 我老公都担心我的 她说不如你飞过去看她 如果你真的不舍得的话 但是我说不可以 因为我们始终都要 let go 是吧 就是做父母的 是要学放手的 由曾志伟执道 波波三十年前有份参演的电影《安乐战场》 早前被网民再次翻旧帐 指当中一场强暴戏份 导演要求演员假戏真做 有指拍摄完不后 女主角情绪崩溃 疑似因为这件事而淡出娱乐圈 这晚波波亲口为传闻解说 照我所知 她不是因为这件事退出娱乐圈 而且她也很清楚 当年导演也有说清楚 是那个怎么拍法的 但是呢 是真的 是真的挺激的 那场戏之后 两个演员都 那个情绪都很波动的 就是不要说那女演员 就算那个男演员 那个菲律宾演员 她自己都哭的 我们见到她 她自己都不是很舒服的 波波分享自己在80年代 远赴台湾工作时 经历过的惊险事 曾经试过在房间 和朋友饮酒时 突然间有人敲门 说要带他们出去吃宵夜 吓得波波当时脚都远远 幸好最终有其他人 嫁到帮他们解围